有一好没两好 有快乐就有悲伤 尝过百味的日子 体验人生大小事 你现在收听的是 求知不得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球 欢迎大家收听疗愈系列 在上一集呢我们聊到了简单生活 跟环游世界 其实这已经跟大地 我觉得非常非常大的连结 这个人生际遇真的太奇怪 太奇特了 而且虽然我在仿刚常都会跟大家讲说 生命真的有千百种可能 但是真的听到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常 跟故事的时候 通常都是心理的转折 可是大部分的外力的 比如说真的去动手 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改变 我觉得我遇到的反而比较少 或者是在可想而知的范围之内 做一些调整或一些挑战 但我们上集呢 就是聊到了Eason他的世界呢 我就会觉得 哇他已经超出我的理解范围 在吃辣小公园认识的人 他为什么 就是可以去柬埔寨 然后手座 做房子 中道吗 然后再来就是去怀求世界 然后还写提案 然后你说我们真的想要去做志工 或者想要去帮助别人 通常大部分的人 如同我 就会觉得 听起来好难喔 要流汗 要流泪 要流血之类的 你会想说那我们捐钱好了 捐钱最快 最方便 然后又可以捐给很多的不同的单位 可能比较辛苦的部分就是 你要去查这个单位跟组织 他们背后是不是真的 跟你的理念是契合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需要理清 然后需要耗费时间的 或者是动动你的手指头 分享资讯 就这么简单 可是他是真的就深入了那个环境 去做了不一样的行为 我觉得已经够特别了 在下一集当中呢 我很想要知道 为什么他明明就在环游世界 他就回来台湾了 为什么他又办了一个另外一个计划 叫做什么资本主义实践计划 I don't know 我们邀请Eason 再来跟我们分享 HiEason Hi大家 我又来了 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你上时候说 你在四年的柬埔寨生活 然后你接下来又去环游世界 上一集聊到当时女朋友 回到台湾 那跟你接下来又有什么关系 是的 我的人生转了一点又来了 是你说 对啊 我就是 你不是继续玩了吗 继续 我们上次不是有聊什么安地四三脉 安地四三脉 对 然后发生很多特别的故事 是啊 怎么样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旅行好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 然后错过这个旅的 我可能这辈子没有人能够 你们还是可以联络吧 包容我的这个 刺激冒险挑战 很多的刺激冒险挑战 困难 然后陪你一起 其实这过程是很辛苦的 然后也会很多情绪啊 其实很多要查 一定一定 但是他都可以接住我 懂 很少人可以这样愿意这样 懂 我讲一个例子就是我那时候骑摩托车嘛 十几万公里 真的每天都是一直骑 然后沙漠高山有龙卷风 或有什么 反正就各奇奇怪怪的 都会在电影上发生 对 因为我看那个 切割网纳之后 小时候我就想说我也一定要像切割网纳 骑着摩托车 然后 行医啊干嘛做些什么事 发现社会的困难 最底层的困难 然后想要帮助这个世界 是 我那时候觉得 觉得理性好像可以以后 不一定要 一定要坚持啊 所以就那一瞬间 对 当下让你有一个起庆重点 就换了一个方向了 换了一个目标了 我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一些 美国朋友台湾的朋友 跟我们讲这件事 然后我有 说你的心境是不是 南美的朋友还特地来找我 然后一起 就是讨论了这件事说 那你想要求婚 所以你跟他们怎么分享的 是说我现在还有困顿 我就觉得我好像目标 我旅行到现在了 我要停止了 所以我现在转向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把这女生 就是 找回来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还是 对因为我不知道 如果我继续旅行 如果我坚持原本的计划 你不能轻轻点他喔 所以人家说结婚是个冲动的选择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决定 都是冲动的选择 是啦是啦 没错 但是我那时候真的就是 告诉我说 我就是要回去了 而且我一回去 立马求婚 然后我就找了 大概以前的乙丽的朋友啊 或是以前的同学 大概五十几个人 就在机场 是 就一到台湾 他去接你的时候吗 他来接我 他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接下来会发生机场 就是求婚 大家就跳舞啊 求婚 然后老天 就是他眷顾我 就是 对啊 然后我后来就很幸福的 走到竟然是婚姻生活啦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我真的会结婚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有很多没有想到 我以前也没有想过 我会活过三十岁 所以你们想像是环游世界 就环温了这样子 对啊 应该讲 因为我其实是 抱着感冒不会回台湾 哦 你就说就是在海外 对 就是大地旅人的概念 因为 因为我跟那个 有一个叫不去会死的作者 嗯嗯 就是 大副先生就是有 我在台湾相遇 是 然后我有跟他聊一下天 然后他就跟我说 Eason你想做就赶快去做 嗯 然后我说好 我想要筹备至少一年的 婚游世界 嗯 他就跟我说 没有 我听完你想要旅行的方式 你可能会去七年才会回台湾 然后我说真的吗 他说 他说非常有可能 七年小一都小六毕业的呢 对啊 他都身上国一了 你才要回啦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说 啊这个老婆不能错过 但是旅行以后再继续用不一样的方式 哦 然后我就觉得 哇真的 大家都说这个女的就是真爱啦 因为我那时候在南美骑摩托车 其实几万公里上骑 我太太也就是我现在太太坐在我后面 是 其实我不觉得辛苦啊 因为我觉得我很累 我每天都 那个打档车你知道是越摩托车 300cc的每天都在冲 他就坐在后面哪有什么类 咦 卡车坐着真的太疼了 我跟妳说 只到有一次我在密鲁高山摔车 是 哦 然后方圆白也没人对不对 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好有一个车子 他们其实是当地的公车 然后那个车对我们来说就很像一个皮卡车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这样子一直九弯子八拐烙 你就直直的用引擎刹车一直往下切 刹车 对用引擎刹车 然后就直直的垂直往下冲 是 我真的相信了 然后我就叫我那时候 我女朋友 就是现在太太就说 你下车用手 我用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很多行李 过来车上 诶 真的有效诶 我这样好像不用滑那么多 我就一直往下切 是差不多45度啦 45度左右 没有到垂直 反正就45度一直往下切 可是有地方这个就是把滑 我就一直摔下去 结果那些当地人竟然在很 峡谷的很深的地方 就站在那边看我们 然后就说 诶 可能想说这小子傻傻的 还真的跟我们当地人一样 这样子切 他们就开车回来 建你们 就是把我扶起来啊 用我整个摔车 然后一直在检查 车子有没有坏 不是先看我身上伤口 因为我们车后来就麻烦了 这个地方 你们都靠他啦 因为我们都随时到哪就搭帐篷 就睡路边 可是这荒郊野外 超荒郊野外 然后他们真的是就上来 叫我老婆上他们车 然后那个司机说叫他的副手帮他开 然后那个司机来骑我车载我 哇 这不骑则已啊 原来那个地方要骑到有人 那些地方要半天的时间 而且不停的九王十八怪 天啊 就那种悬崖一边 然后我坐在后面啊 我眼泪都快飙出来 原来坐在后面是多么辛苦 后面的坐后面的辛苦是什么 你知道我抱那个大叔抱多紧吗 我都感觉到他有温暖 然后就觉得哇 有大叔在真好 然后我就已经觉得 天啊 我在后面已经坐到屁股麻掉 然后就觉得哇 他真的很愿意 然后后来我就说你也辛苦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说你很辛苦 同理就是换位思考的结婚 对 没错 真的到人家那位 你才能感受到 OK 反正我们就结婚 那我后来就是 回来台湾了 对 后来我太太后来就怀孕了 然后我就 我就到她是台南人 然后我就到她家陪她代产 到台南嘛 然后在过程中 其实就 我的岳父岳母很疼我啊 然后就是说 那一生你就陪太太好好在这边代产 然后我还是想说 我能不能回以前 以利啊 或是就是能够继续做那么快乐的事情 可是那时候我想说我结婚了 然后小孩子即将出生 我要专心好好陪他们 那我岳父岳母就说 那我们现在家里面 有一个事业 是重新开始 从零开始 Eason你要不要进来看看 他只说进来看看 哇这个进来看看不得了 一看看我七年 他们是台湾曾经最大的化妆品的工厂 代工厂 然后他们就是重新开始 等于是家族的问题 然后就是从零开始 重新盖厂 重新找人 重新建制度 最重要是订单是没有的令 然后我们就 全部都重新再来 那时候可能我岳父也会觉得 Eason以前在柬埔寨 在当这个整个计划的负责人 然后带这么多人 然后 他是不是心里一想说 从无道理 我对你来讲 就是piece of cake 从无道理在柬埔寨 那在台湾应该从无道理应该可以 而且毕竟柬埔寨 那是你的厕所都没有 这个化妆品品牌 曾经还曾经风光过 对对对 然后我岳父觉得他就是 他眼战过来了 觉得这女婿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吧 没想到 没想到 工厂是很难的 然后我就真的是重新学习 重新了解一个工厂 一个公司要怎么建立 怎么运作 怎么把生产线弄起来 怎么固好品质 怎么去跟客人谈订单 怎么去把产品做起来 怎么产品设计 我所有的东西都要去了解 都要去学习 都要亲自去谈 然后我还记得 我一开始带七个员工 坐在地上 一个荒芜的地方说 我们要在这边 从无到有把一个工厂做起来 是GMP工厂 我自己都很害怕 那七个员工就这样看着我 结果Eason 好加油 我们大家加油 一度我们还剩下三百个员工 对对对 然后反正就是这个过程 蛮艰辛的 其实就不赘述太多内容 但是我一直说 我竟然也可以走过来 但这七年当中 你还有同时在做 让你很快乐的 志工的工作吗 没有 这好 这就点来了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七年 除了忙碌跟协助 还有当爸爸 当老公的生活之外 你有觉得少了什么吗 有 哇 小球你真的很会带你 你不要这样讲 我们节目还是想要继续做下去 真的是好厉害 你吵在那里 我这七年其实 我的心中一直有个声音 因为我太太她很想帮她爸爸妈妈 合理啊 她真的很想要 因为爸爸妈妈 也有一定的年纪了 然后曾经风光不代表现在 就是现在还是很辛苦 她就跟我说 老公如果你愿意 我们两个人联手 或许可以做到一些事 然后她就负责业务 我负责两个工厂 是 那虽然中间有多曲曲折折 但很幸运就是我们也把第二间工厂改起来 然后团队现在也是非常坚强 在台湾应该也算是还不错 蛮有一点知名度的一个 算是风光在一起的啦 对光湿的 那我心中的声音就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差不多 但是时机点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就想要怎么做 因为在这过程中我遇到了疫情 就在我思考人生的时候就出现疫情 可是疫情跟货装品 是会有冲突的吗 有强迫的吗 那时候我跟我老婆常常在街头吃东西 就觉得我们其实不是觉得难过自己生意的问题 是难过台湾人真的很辛苦 因为那时候街头很多店都要关 对啊对啊 然后都出租啊什么 对啊 我们觉得大家都好辛苦 我们已经算很幸运 有一群员工 那时候近百位员工 大家有一份工作 我们还得撑起一百个家庭 还算是勉励自己也还算有用 我们还算是努力过来 其实我那时候会讲到疫情 是因为以利那时候遇到疫情 我们毕竟是带国际志工到各个海外做事 疫情没有办法出去了 对 然后很可惜就是说后来不得已要必须暂停营业 这件事情感觉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对 其实不止以利啊 其实很多 我常说很多组织是小组织 一个海啸打来了 一样可能就没办法生存 那我那时候就是在想 我如果工厂也顺利已经运作起来了 是 然后我最自豪就是这几年 我一直很用心的陪伴我两个孩子 我还有一两个孩子 对 然后就是他们名字很好玩 叫合情合理 好可爱 对对对 到合的合啊 然后晴天的起帽里 然后我就很用心陪伴我孩子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生意就告诉我是说 第二间工厂盖好之后 我的团队已经很坚强了 每个人各式起职 好像没有我也不会受什么大的影响 其实就是稳定运作了 然后你也觉得差不多了 就跟你那时候说柬埔寨的部分 就是即便你要离开 可是你也相信有一个人可以坐上这个位置 对啊 对啊 因为事不在我啊 其实我一直常告诉我自己说 我要我可能五年十年后 如果我走了 嗯 守之前我回头看 我开心吗 我快乐吗 有这种我真的觉得 我想要那个理想能够完成 就是很丰富我的人生生命 然后就觉得 诶是时候 是 但我不知道怎么做 嗯 然后后来我就是再一次契机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难过 我在高速公路旁边 其实我自己开了车 我停在路边 嗯 我突然觉得很难过 其实我很想一个长辈 可以引导我跟我讲讲话 可能五十岁左右六十岁 嗯 然后可以告诉我一些方向 我接下来 如果我想要做 要我去哪里 嗯 嗯 诶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想到孩子的输入创办人 陈霸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真的就是 突然出现的那个image在你面前吗 对就是 太神奇了 就是 我就觉得陈霸 就是 好 可能我先帮听众 这是一个爱的故事跟一个神奇的故事 跟奇迹的故事吧 陈霸 陈俊朗先生 他是孩子的输入创办人 嗯 然后他在台东 在自己的家乡 他是台东资本人 然后在他的建合的社区里面 陪伴他两个孩子 是 亲生他自己的孩子 是 然后孩子会带同学 是 然后他就发现 说 有些孩子好像有些状况 然后他 就带他们去吃个饭而已 嗯嗯嗯 然后没想到这些孩子 哇 吃面 就狂 就是管他吃啊 然后 陈霸说 你慢吃慢一点 别那么急 嗯 你如果饿 我可以再叫一碗 嗯 结果孩子吃了两碗 嗯 然后就一吃完就跑出去 然后陈霸就管他出去 看他怎么 是 他在吐 他在吐 对 就是 吃太快 不是 他说他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多东西 啊 对 两碗面 这个 然后陈霸就 也是吓到 这个真的是会吓到 蛮冲击的 就在我的 敞大的地方 然后他就 就想要多陪伴聊聊天啊 然后 找来自己家的院子 他陈霸会弹吉他 嗯 然后 慢慢这一孩子会来 都会 一个呼朋一半 大家说 欸有个陈霸 然后会 会唱歌给我们听 吃东西 会教我们写情书 写女生啊 什么的 就是好玩的事情 嗯 慢慢发现 哇 其实在 自己的家乡周遭 不同的社区 都有蛮多孩子 有一些家庭的一些状况 嗯 可能是有些有关到 暴毙的一些状况 嗯 那 我在相信他 一开始也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就觉得我能做什么 嗯 那他就开始 一步一步的 其实对别人来说步调很慢 就是他就是 但是也不是说我一开始我就运作 然后开始募款 什么 没有没有 他一开始就是自己掏所有的积蓄 嗯 然后 适时的去照顾这些孩子 甚至 开始出现一些大人 一些志工 一些伙伴 那他也会照顾这些大人 可能给他们一点薪水或车马费 嗯 然后大家一起聚集 然后慢慢慢慢 欸 孩子的书就是慢慢好像有个样子 嗯 但那就是很 炒创游击站的时候 嗯 那故事到2013年就是我 在柬埔寨一直在做事 是 那我的创办人那时候 以利他们就跟我说 Eason 嗯 我们在台湾 嗯 本来是没有想要做一个计划 那 有一个孩子书在台东 嗯 不是很喜欢花莲台东 嗯 你要不要设个台海 他们想要盖房子 哦 然后我就说哦 是哦 那我就看一下我的skate 我就说哦 那我回台湾招募志工的时候 有机会就大家先认识一下 嗯 欸 结果 很像很深刻就是陈爸见面的时候 其实讲不来就像 大哥 那叫黑道老大 黑道老大那样子 有点江湖味 嗯 那我想这事情 气势有点强 气势有点强 气势很强 时常很强 是 然后一聊天 又很温柔 嗯 然后 就是一个我觉得 很温暖 但又很敬重的一个长辈 嗯 然后 但后面故事就是 我们一拍即合 然后我就说 没关系 因为我要顾柬埔寨 但是我能把我的经验 去分享给你们 是 他希望在台东 每一个孩子的书屋的据点 目前都是用乘租 嗯 房东有时候就会请 要很请的 请孩子的书屋搬家 是 就是很不稳定 没错 所以他就说 他希望孩子有一个 一个家 先有一个家起头 嗯 然后我说那你想要怎么做 他就说 可以 盖自然建筑 嗯 以前那种 嗯 万一哪一天怎么都推倒 就是回归自然 是 然后他希望把这个 过程 分享给孩子 嗯 跟大家 嗯 嗯 那我只是起最前面一个 一个头而已 那 我 回到我刚才说 我在高速工作 已经是七年后 掉了眼泪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成霸 嗯 所以这中间你们都没有联络 当然有啊 有 但是断断续续 因为毕竟都在经营自己的 工作 因为我都在台南嘛 是 那 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我那时候 想到成霸的时候是2022 这是去年的事喔 对去年 但是成霸去世 嗯 成霸在2019年 因为心肌梗塞 嗯 那 我那时候很气 我就说成霸你怎么不在了 我现在很需要一个 像你一样 指令 跟我聊聊天就好 嗯 我好想你 嗯 然后我就很自然的就 想到我一个同事是在孩子的书屋 然后 之前就是 很多年了 七八年 哦 我这样打他就要跟他 其实我已经忘记那时候了 我只记得我有点 压制我的哽咽说 我好想成霸 ok 然后他就说 诶 你是知道今天是 成霸的 忌日吗 就是我们叫聚首日 嗯 我说啊是吗 我再想一下 好像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对就是这一天啊 因为我就说 对好像是这个左右的日子 嗯 然后他说 没关系啊医生你就来台东啊 嗯 你就如果现在心情不好的话 嗯 就是二话不说 我就开着车 就去到台东 嗯 然后我去台东的时候 其实 我看不到我认识的人 因为我认识的人是 成霸 还有一些 当初很早期的元老 嗯 那他们说因为元老 我会觉得很感伤 所以这天都不会出现 懂 他们会本来是聚首日聚在一起 嗯 纪念成霸 唱唱歌 孩子 大家回首一下 嗯 嗯 然后我本来想说 哇 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 我想不然我等一下 往北走啊 去花莲啊那里 嗯 去走一走 山山行这样 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 本来说的元老们不会来 竟然来了 嗯 嗯 他们都吓到了 他们马上派我说 他们来了 陈医生 你很幸运欸 嗯 你认识的人来了 嗯 我觉得就是 这些奇特的缘分 他们就说 怎么会 他们好像 听说两三年都不会出现 嗯 就在 这一年的这一天 竟然出现 嗯 然后因为这样 他们就问我说 那你今天要去哪 我说 我没有想法 他就说 那不然你在我们这边 找个地方 我们让你过个夜 嗯 你很早上 你来看看我们在做什么 因为你很久没回来 对啊 我就 哦好 我记得还好 谢谢他们给我那个地方 是一个算蛮独立的 我整个晚上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情绪 很满 很满 我后来早上还问了 我那些朋友说 不好意思 昨天有没有打扰到你们 哦 对 那天就是情绪 因为我 我很渴望去突破自己 去挑战一些 新的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他们就跟我谈 就听到我 我可能就很直接 跟他们分享我的一些心情 嗯 我说 Eason 那 你还 你还在思考啊 你要不要考虑来 我们孩子的输入 哇 就是一个邀请 对 让你回去了孩子的输入嘛 那 我也很突然 然后 我 我就说好啊 我们可以聊看看 嗯 结果一聊 就是觉得说 欸 或许 我可以把我过去的经验 能分享一些东西也好 嗯 谢谢一些 包括他们现在就是 成爸的儿子 现在是孩子的输入子行长 嗯 他真的也是跟我就是 虽然我跟成爸 认识 但我跟他儿子没有那么认识 嗯 然后 聊到一些理念 或者未来想法 就是 我也蛮欣赏 一个28岁就要负责接 因此突然要接 接住一个爸爸留下的 嗯 我觉得 好好佩服他 如果是我28岁做不到 嗯 对 那 他也很谢谢我就是 愿意跟他见面 然后聊一聊 那我们两个也是聊 就一派集合 我就说好 那我们试着 Eason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 然后一开始很好 我去 去孩子的书屋是做 有机农业 就是我就说 那我试着 带孩子 重新接触土地 是 因为 孩子的书屋这几年 其实 农业跟孩子这一块 比较没有很深刻的连结 嗯 然后我就说 刚好这一块 或许我可以来 发挥 嗯 然后我就 带着 请几位孩子书的老师 然后 来支持我 然后我就开始 种菜啊 带孩子种菜 带孩子 重新 踩在土地上 嗯 然后 一开始 其实我是 有点担心 因为我 毕竟不是说 多专业的什么 像什么 原液治疗什么 我不是那些 所谓的专业老师 嗯 我其实也很想认识他们 但是就 在这过程中 反而是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支持 是 他们就说医生 其实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知道吗 你很认真的在带孩子 其实你不一定要干嘛 你不一定要很想 我一直很想多给孩子什么 嗯 他说不会 你有没有发现你每一次 每个礼拜 固定一直在带孩子之中 这些孩子的改变是 这些老师看在眼里 嗯 因为他 我说哪一些你可以跟我分享 他就说 你知道吗 你没有带的孩子跟有带孩子 有带的孩子 他们一回 就是到处 他们 心情就会安定 比较稳定 嗯 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 因为他在你的田里 在你的行为当中 行为当中 一个下午也好 他们把他们的精神体力 在那边发挥完 他们回到 孩子输入的据点 就是教室 就是自动的把 该做的事做完 嗯 不只是功课 包括他们都会分配 大家要做的家事啊 或是要做照顾弟弟妹妹大的 也要照顾 他们都会自己做 嗯 然后重点是他们觉得他们情绪很稳定 嗯 他说这个改变是 只有亲自带的老师 才会感受到这种深刻的感觉 这改变其实蛮大的耶 对 因为要有归属感跟安定感 然后有规律的陪伴 才有办法 让他们是可以稳住的 对 因为其实我朋友常说 孩子输入到底干嘛 他是克服班吗 是陪孩子而已吗 我说 你有讲对也有 可以再 深入一点地方 深入让你知道的 就是说 的确啊 他也有陪伴孩子 就是大家认为说 就是有吃的啊 嗯 然后可能陪他写功课 的确 这是基础的陪伴 是 其实我们也有就是 透过像 像小球你有去看我们的年会 对 在台北最近的年会 对 我们就是有很多 像独木舟啊 对 甚至像有拳击啊 是 或是像有脚踏车啊 像有音乐 我们也有教小朋友很多吉他 彈钢琴 像我的部分就是农业 大自然 他们也有户外探索 有硕形 有很多种好玩 我都觉得如果小时候 带孩子书应该很快乐 就是很多 探索 其实没有告诉孩子 一定要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透过这些陪伴中 其实老师要自己觉得快乐 自己觉得这个是 好玩 然后我们带着孩子 在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去探索这个世界 让他们去自己发现 自己展出自己 嗯 其实这句话是老师送我 Eason 就让孩子在田里面长出自己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说 Eason 你带到孩子 你有没有很规划很满啊 要规划什么 当然我会跟他说 像我最近都要带孩子 自己做稻草人啊 可能回到我们小时候 有在田边控游啊 然后或是最近要带他们种稻米 嗯 其实我都会跟孩子说 我们一起来做 那可能把大人认为的 做一件事 我把它拆解的很小 很慢 不用这么急 不要给孩子压力 嗯 像最近孩子最快乐 就是到田旁边的水浸 就所有人呆着 对 就这样 一开始孩子 在水沟里呆着 是这样吗 然后就看 那个水浸大概就是我们一个人 大概七八十公分宽 他就是灌溉用水 用门靠山边 嗯 就孩子说 会不会脏 然后会不会怎样 嗯 这时候我第一个就跳下去 然后有几个人 比较常跟我玩在一起了 也跳下去了 也跳下去了 接下来二三十个孩子 还有趣 哇那天玩到 小孩子说 我一直说真的不能太 因为等下老师 我们还要带小朋友 就是回去要擦肝 要回去教室 以前我们可以 再让我们多玩一下 一直要想说 那我们七八月还有机会来玩吗 我说当然有 只要我们就是把该做 我们都会说 孩子我们来到田里啊 还是有既定的工作 是 不是只有玩 那大家做完什么 该收的工具 该做的事 我们都要做 然后就是 我们还是有一个规律 但是就是让他们在田里 自由发挥 我会带他说 我们今天来种什么 然后他们就会 小到幼稚园 中班 小班都有 很可爱 然后他们就会看大哥哥 大姐姐四五年级小学 就是怎么做 他们就怎么做 跟着做跟着学习 其实行为可以带领大家很多一切 有时候说真的好像 不一定来得比行为更有行动力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比较私心的好奇 就是 刚刚其实从上一集的故事到现在 我们都一直感受得到 就是关于 亲手 碰触土地 建造房子 跟种到米 这些东西 为什么你这么执着在土地这件事情 土地到底给你什么感觉 他会给你堆货吗 要不然为什么你好像 中到 然后分享 然后想给他们一个家 这个东西 他是很实质 还是说实质的这些东西 看得见摸得着 对你来讲 他其实就是有了愈的功效 我不敢讲什么 像有些人会讲一些比较 玄的是不是 玄的 我们不讲玄的 对 我觉得讲的很实际 就是说 我就发现 大家在 一个从来没结果 你很难想像你在田里当一个农夫 我很难想像 或是你很难想像 你先跟着我到一个地方去盖房子 修房子 但是我们就是素人啊 我怎么会来做这件事 我怎么会跳脱我的舒适圈 可能是大海洋下 甚至下雨 然后 真的是大家 很不舒服的天气下 要我完成这件事 就是大家 大家一起去努力的去做到一些事情 这是过程是流汗 然后大家一起 可能在这个环境没有这么舒服 身体黏黏 对 大家都平常 那个感受性很强 因为在这之中 我们看见的 不只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其实很多时候 志工跟我说的就是他们看见自己 可是这些成就感 虽然听起来是协力完成 可是协力完成的事情很多 像你刚刚说的 孩子的书他们的多元教育里面 也有独木舟啊 对 独木舟虽然是我一个人 然后在那边滑 可是我还是大家一起啊 这个也是大家啊 对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是大家可以一起完成的 感动也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你选择了 中道 选择了跟大地亲近 你也可以用分享跟他们聊啊 对啊 就是我没有一定要选什么 那我会选择是因为 我有土地啊 嗯 我孩子书 其实就有甜 嗯 那 我就问孩子说 你们想不想吃到自己种的米 哦 怎么可能 他们都问我说 怎么可能 因为他们跟我种过菜啊 农夫很辛苦欸 他们这样回答 对 那我说那你们米怎么来 我不知道啊 就有饭吃啊 嗯 对啊 因为我们常说 小朋友你要珍惜你的饭哦 很辛苦 每一粒都要吃掉 对 不然抓到非洲去 是是是 那我就跟老师讨论说 如果今天 嗯 我有能力带 你要不要跟我 带着孩子们 嗯 好啊医生当然啊 我说好 然后我就 跟孩子书申请说 我认识那个 在宜蘭 叫曼岛生活 就是赖青松 赖青松大哥 嗯 之前看见台湾嘛 嗯 他没有拍赖青松大哥 他的弟弟是赖树胜 就是以前我的前辈在海外 他在泰美边界服务 嗯 算我前辈 他就说 Eason 如果你要中道 就是找我哥哥了啊 我介绍给你 赖青松是我哥哥 嗯 然后我就 哦好好啊 那我们就安排 我去带我家人去宜蘭找他 嗯 青松大哥马上就说 没有问题啊 Eason 下个月开始就来找我 嗯 每个礼拜六我教你怎么中道 嗯 蛤真的吗 然后我就回去跟孩子说 孩子说 去啊去啊 就是好好学 然后我们希望把这些 学习的东西能够 在土地上 嗯 跟着孩子一起去 让他发生 嗯 对那真的就来学 学了现在目前为止 差不多快结束半年 哇 对然后 看见了很多很美好 然后也很多诗变 就是说 台湾其实农夫真的很辛苦 所以立地皆辛苦 这次 是真的 那些农作物啊 不要讲米啊 所有农作物 大家真的要珍惜 我们的价钱真的很低 蛤 我想说我们在菜市场 买菜的时候 都觉得那些价钱 其实很平民欸 真的很多良心的农夫啊 真的 真的我都觉得他价钱 应该是现在的 好几倍以才值得 蛤 那好辛苦 因为他们是 真的是很真心的 呵护那些 那些土壤 含食物 对就是回到 陈爸你以前都讲 十字根 嗯 就是污字贱嘛 然后子字交 嗯 那他还有经济政治 他就希望成立 一个自己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看到 社会很多问题 嗯 有没有可能 这些台东的孩子 在台北工作什么 长大从小我们陪他 他现在都长大 到了都市 如果遇到一些 比较现实 他觉得 为什么的步调就是跟 大家不一样 大家不一样 或是 我真的有这么不好吗 嗯 或是什么 其实没有 是因为 可能这个社会 需要的地方不一样 嗯 合理啊 台湾有这么多的地方 每个步调都不一样 每一个风格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 没有说你一定要 比如说 身在台北 就一定要在台北找工作 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都可以 适合你的地方 你就可以去 就像Eason在上一集有提到啊 就是他也不一定要在台湾 他去 环游世界 他看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当你的眼界拓长了之后 你再回到台湾 你也可以找到 适合你的地方 然后贡献你自己的 生命经验跟所学 我觉得是很酷的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 竟然从 简单生活 到环游世界 中间当了个爸 现在要到了孩子的书屋 变成了资本主义实践计划的一个 是不是要叫你改成冒险王了啊 没有没有 你叫他变成冒险王 你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你得到最大最大的 你自己的收获跟成就是什么 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的部分 要跟我们分享的 我很谢谢孩子的书屋啊 其实 我也在这之中去抓我现在到底 能把我过去经验发挥到最大 去实质的真的帮助到台东 的这一块 我说实话也就是我们台湾的 一块在东部的土地 然后在资本我现在有一块农田 然后我现在拜着孩子 我能够做什么样是更好的 那刚刚小球提到资本主义实践国 其实很多人听到 Eason 你这次要用什么 你之前在柬埔寨叫简单生活 你现在就用一个叫资本主义实践国 那简单来说 他的资本不是那个 不是那种对价关系 那种工业化思维的资本主义 就是像台东的资本 但是不是台东那个资本温泉 那个资本 很容易被代理 很容易 不会认为说是区域性的啊 没有其实 我们还是说的直信长 他一直很希望 延续爸爸的精神 就是知其说本 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找到自己很想做的事 那个有价值的事 然后一辈子用心的去做他 那所以 刚刚有讲到 陈爸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教嘛 是 然后自己 因为看到实案的问题 他希望十字根 然后乌子 那时候我也参与 就乌子建 对 然后经济政治 其实他就希望成立一个像 资本主义实践国这样子 那只是我把他一个想法变成一个 落实的部分 对落实的部分 就是我这一次希望 别人来看见 不是用同情台东孩子好可怜的角度 来到台东 而是你就当旅行 你来看看 在台东有一群人 默默在台东各个社区部落 在做一些社区服务 不是只有孩子 包括老人 包括甚至社区的一些大人 有一些状况 我们都去看了 我们用什么专业的方式 或是用一些 刚刚有说我们建一个舞台 让大家可以发挥 所以我这次弄了这一个计划 很多人说 是迪神志工计划吗 还是是什么 像人家小旅行吗 或什么 我说没有关系 你都不要预设立场 你如果想要来到台东 跟着我以前 他们都说是简单生活那个方式 我说没关系你就来 我们这一次就是 你来看看台东 深入的看 孩子的输入在做什么 有没有认真的做 这些孩子跟老师 或是社区的妈妈 他们都会参加 我之前带孩子的农事体验 你看看他们的脸上 他们的话语 其实是很快乐很自信的 在做这件事情 我邀请你们来到台东 花六天五夜时间 然后我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服务的社区里面 然后我们静下线 我们一起白天工作 我就是会带孩子种到 他们之前不是有盖一个 TOKATSU的教室 他现在TOKATSU 一定要常常要修复 因为他是自然建筑 那我们就带孩子来玩土 来修墙壁 然后那些 然后我们社区服务的部落 那部落这边 其实他部落也需要有一些服务 我也希望邀请大家来 深入的去 看见不一样的台东 然后在这过程中 我希望是来看见 来了解 而不是觉得说我就是 反而我是站在帮助 我是有一种上对下的关系 我不希望是用这种方式 那其实我在讲这计划说 大家会稍微也会觉得 医生做得到吗 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说过 因为我有说志工 我那时候跟我们自己孩子书的 人就说 志工不代表是免费的 我不会占用捐款者的钱 来执助志工来体验 或是来这边去投 我是叫他们来真正的做事 来看见我们有没有在做事 而这些志工是要负担 自己的实义住行交通 那相关更多想要知道的细节 他们要在哪里可以找得到 就直接上那个孩子的书 Facebook Facebook 对粉专 上面有一些文章 或是就是有讲到资本主义实践国 那大家可以进去看 就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了解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就是上下节有Eason陪我们聊 然后分享他的生命之夜 他的生命之夜 对我来讲 有点像我来 就是真的是太丰富了 我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 他对我来讲已经跨出了 在谈吐上的舒适圈 那我不知道原来我在演书上的朋友 竟然他已经做了那么多很厉害很厉害的事情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面 觉得自己好渺小 但是我也很开心 就是因为有了Podcast这个节目 可以邀请Eason来上节目跟大家聊一聊 那也重新的让我知道 原来我曾经有一个在世代巧给你认识的朋友 然后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然后其实生命经验都非常那么精彩跟丰富 并且用他的所学 然后用他的经验 然后去分享跟延续更多的爱跟善的循环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困苦很烦 不知道干嘛 觉得自己活到有点不耐烦 甚至有点活不下去 我觉得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视角跟视野 去看看这个世界 其实还有很多你可以去协助的地方 或者去认识的地方 去探索的地方 透过这样子的付出 或者是换位思考 或者是同理 你可以发现其实自己的生命 除了很幸福之外 其实自己蛮有价值的 其实是很有能力 还可以多付出一些什么的 那我觉得还是要分不一样的状态啦 当然还是可以捐款 用这个方式也蛮好的 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实际的动手去操作 然后去陪伴 那不管那个陪伴的时间是长或是短 就像有些人他们是五天的假 或者是在一个小小的时间 可是他们都非常珍惜那一些时光 然后真的是动手完成 我觉得 你如果生命当中想要有不一样的体验 或者就想要跟Eason一样 就是 我觉得我的生命一定要留下一个很精彩的部分 我不想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我想要好好地过 然后 我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 很扎实地过 那我觉得你就可以试着跳出你的舒适圈 用不一样的方法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们也谢谢Eason就来节目跟我们聊一聊 如果喜欢这一节朋友们 不要客气 请按下订阅分享 还有上Apple Podcast留言 加上我可行星 今天所有相关的活动呢 包含了今天Eason分享的这些东西 也都会在这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大家可以找得到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孩子的输入的事情 其实也是可以上官网 然后还有上那个Facebook去找 你会有个人加你脸书的问题吗 你是公开的脸书吗 没关系啊如果要私讯我也是可以 你谁要私讯他 他都够忙了 你还要私讯他 好辛苦啊 中间你应该要参加吧 你说我自己下去喔 简单生活你没参加 对简单生活没参加 我是可以去参加唱歌那个部分啊 有点不能 讲到唱歌 我们来跟大家就是bonus一下 他们的那个多元教育 其实里面有一个也跟音乐 对跟音乐相关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跟音乐相关什么相关 我就跟你讲不要太复杂 你就是网路上可以去听第五道浪 就可以听到他们的歌 而且他们在YouTube也有那个影片 也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听得到 如果可以的话也下去留言 然后鼓励他们 总而言之呢 就是你绝对可以透过你的力量 然后去付出一些什么 然后这些付出 他一定会给你很大很大的收获 当然这个付出也包含了留言给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朋友 别忘了也不要吝啬留言 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抖内给我 好不好 好啦 求之不得 我们下次见 谢谢Eason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有一个好没两好 有撈瓜也会撈暖 没长过百味的日子 至少有体验一些事 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别太计较 求之不得 我们下次见